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聊一下 关于我们对做空融券 我们证监会也出了个政策 出了个政策的话 对于限售股融券 现在是全面限制 一说起来的,说得很好 全面限制限售股 什么什么什么 把这政策一出 我们可以看 当时周末出这政策的时候 各种宣传铺天盖地 然后很多绿头菜就欢呼雀跃 觉得要红盘了 但是结果连着两天都是绿油油 这个状态 为什么这市场不买账呢 你这个一说的话 好像这一个利好出来呢 变成呢 人家出货又多 所以这个事啊 我们也说到说到 在说到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呢 这个利好的相关报道 怎么说的嘛 证盘会全面暂停限售股融券出界 于明日起 明日起实施约定申报调整 为次日可用 财联社 1月28日电 为了贯彻什么保护投资者 监管理念如何如何 云云啊 然后呢 出现了优化融资机制 1的是全面暂停限售股出界 2是呢 转融券市场化 约定申报 由实施可用呢 调整为次日可用 对融券效率 进行限制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政策啊 其实这个政策里头啊 你如果他宣传的点呢 是对这个软融通啊 从原来T加0 变成T加1 可能还更抓眼球点啊 他现在呢 把这个都变成了什么 全面的这个限售股的限售啊 对于融券的限制 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在证监会10月的时候呢 那时候也限制了点 那时候那个股票压力很大 我们也说了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呢 人家说了 我们对于这个限售股 融券 我们做了一定限制 限制了一些呢 就是说职工战略持股 高管持股啊 但是他不限什么 不限炒家 装家 你看见没 不限大股东 你就知道 这个里头这些政策 他先限谁 他先限你那些员工 那员工嘛 职工嘛 什么的 对吧 而现在呢 说起来是什么 全面的禁止了 全面禁止 为什么市场不好呢 我们应该这么讲 你这个 前面已经禁止了员工了 员工啊 高管啊 他那个持股的限售时间是比较长的 呃 你呢 呃 这个 后来的这些限售呢 他实际上这个时间周期是很短的 呃 知道吧 他虽然说他的量很大啊 那都是什么 刚上市的时候 对吧 呃 他限制 如果对于一个上市很长的公司 没限制 先跟大家说 上市很长的公司 没限制 你看前边的政策之内呢 不限制 吵家 现在呢 对这个上市很长的没限制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呃 次星股有作用 呃 对吧 而且这次星股的话 你要全面限制 你看从十月份开始限制 这大棒亏了多久了 这么长时间 大家都心里有个预期了 而且我们还可以跟大家说啊 呃 你现在你看嘛 这个呃 市场不好的时候 这个IPO还有几家啊 你这个现在呢 呃 你就从那个去年下半年 你IPO有几家啊 到今年多少个月了 他这个真正限购限购住的才几家啊 呃 好好说一说 统计统计数据 对吧 然后呢 虽然说次星股啊 呃 有那个什么什么的 还有就是什么 你融券呢 不让立刻使用了 但是现在你可以注意啊 现在的这个卷 呃 一般来说不是立刻融的了 它不像说原来 对对对 有些时候啊 呃 我们可以突然融什么什么的 那是什么 牛市当中这个差别大一点 对吧 牛市的时候 你正好一个股票拉涨停了 耶 我立刻融把卷把那涨平板一抛 呃 打开 然后大家害怕了 然后我再拉上来 那马上就赚钱了 对吧 趁着你拉的涨停板 我可以容易把狠狠的打下去 打下去以后 涨停板追的那些 呃 第二天不是要低抛吗 低抛了 我再接回来 像这样的的话呢 可能干不了了 但是现在哪有什么涨停板呢 什么这些哪些的事啊 对吧 所以影响也不大 所以这事你就可以看 那为什么这个市场不大 对吧 因为原来人家很多人觉得是这个 呃 利好出镜是利空 实际上你要说啊 他政策能调整的这个工具里头 他利好有的是呢 呃 他那个不是说利好了出镜就是利空的 利好还且能出的 而且呢 本身到了这个年头啊 压力就比较大 所以他这一个特别的宣传干什么的 呃 他实际上是什么 那就是给那啥呀 呃 给那个呃 所有的前面一轮 呃 在底下 那个跌得很厉害的时候呢 讲政策 呃 抄进去的 呃 给点人家机会 人家可以出出货 捡捡仓 知道吧 呃 然后下边的话呢 怎么样 咱们有些话呀 呃 本来事前可以说的 但是有些事 你现在不是和谐吗 你事前说不行 怎么时候呃 看着结果 给大家讲一讲 呃 这里头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 对吧 因为在中国啊 呃 各种好政策 最后怎么都走向了反面 对吧 怎么去定的这些政策 怎么去宣传的 那你就这么讲 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 对融资 融卷 感融券的问题 我们说了很多期了 中国为什么是做空的天堂啊 中国没有恶意收购啊 呃 你要明白 中国 没有恶意收购 中国的股市 从 呃 九十年代初到现在 三十年了 一例恶意收购都没有 你就想想这个市场 能叫正常的市场吗 你仔细想想 那世界有多少个恶意收购 你仔细琢磨琢磨 你这个恶意收购 为什么给了 所以你恶意收购没有呢 当然就做空的天堂了 而且现在呢 人家还变成什么 你真正要还券 你要知道 好多人觉得 这么一限购 人家要把这些券买回来 再怎么怎么着的 那证监会早给人做好了 亲儿子们都做好了预算 他不用买回来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那个你要还券的时候 干嘛的 以弊还券 不用把券买回来 你按照这个券的市场价值 你还人钱就行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出了这个政策 我怎么选择啊 我容了还一把券 我卖了一半 剩一半的时候 我怎么选择 我是把卖掉一半买回来 买回来价钱涨了好多 我这个钱亏了好多 还是我现在拼命的 把它抛出去 把价钱打得更低了 然后呢拿钱还 你走不走不走 哪个合算吧 对吧 一个是还钱 所以你要知道 他这个政策 怎么经过非合作博弈 他的政策里头 哪开着后门 这么一开后门 名为利好 实为利空 人家都是给你做的更低 然后以弊还捐 趁此机会 你让我还卷 我立刻给你做空一把 然后呢更低的价格还卷 就不给卷了给钱 因为什么 你那个做的更低 这个干什么的 合适啊 我赚的更多呀 对吧 你就知道这个事 真正的博弈的结果呀 和那个绿头菜的想法呢 完全不一样的 人家是正好是反面 所以这市场走势挺说明问题的 对吧 我干嘛把它买回来高价还呢 你那么一说 大家都觉得会高价买回来还 但实际上呢 我把它全抛光 打得更低 然后还钱 哎 你就明白这个 这个故事又来了吧 这故事水深着呢 远比你想得深 对吧 人家制定政策照顾亲儿子 因为的话 以闭环没问题啊 人家不怕呀 没有这个恶意收购啊 你要恶意收购了的话 谁敢这样啊 对吧 这事是什么 是系统性的政策问题 跟结在哪儿都很清楚的 一博弈都很清楚的 但是它为什么 它掩盖在表面光纤下 为什么我说好多高级黑啊 就像说那些 说三农的 好像是打着为农民好 然后对接金融 然后如何如何的 两三农的黑嘴 对吧 我们还说 天天现在唱爱国秀红旗的 原来当年支持香港战中的 你要不了解他的历史 对吧 你想想这些人 本来就是美国背景的 教会大学支持的 然后又拿了各种 NGO的钱 然后又位列公知榜 又去参观过靖国神社 就是这么一拨人 但是人家出的政策 老百姓看着喜欢 知道吧 好多事啊 一经博弈 就走向了反面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